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第187章 大云帝都 离开南明城之后 夜宣重新坐上一艘云船 而这艘云船的目的地 正是大云帝都 云船上一名罪线楼管事 来到夜宣面前 管事对着夜宣深一礼 夜公子 闲见吴管事之事 我罪线楼已查清了 此人乃仓墓学院 安插在我罪线楼的眼线 给夜公子造成先前麻烦 我代表罪线楼 向夜公子道歉 夜宣笑道 不是 管事再次一礼 我罪线楼已派遣密探 前往大云帝都 大云帝都有任何动静 我罪线楼会第一时间通知夜公子 有劳了 夜公子若有吩咐 随时唤一声即可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很快 两名侍女端着两个水果盘 来到夜宣身后 两名侍女低着头 小脸通红 夜宣转身 但看到两名侍女时 他顿时一愣 认识 这两名侍女正是当初 他回到苍兰学院时 在云船上遇到的那两名侍女 当时这两女还准备给他下药呢 夜宣拿起盘子里一个水果 笑道 不会有药吧 闻言两名侍女头更低了 脸也越发地红了 见到两女娇羞的模样 夜宣不禁哈哈一笑 片刻之后 左边的侍女突然鼓起勇气 看向夜宣 您 您真的是建主吗 夜宣笑道 自然 是不是觉得 我很帅啊 侍女打量一眼夜宣 无嘴一笑 我还从未见过脸皮 如此厚的剑修呢 您可是第一个 右边的侍女 突然拉了拉 左边的侍女 轻声说 彤彤 莫要乱说 名叫彤彤的侍女 看着夜宣 眨了眨眼 您不会生气了吧 夜宣 夜宣故意板着脸说 你觉得呢 彤彤咧嘴一笑 露出一行洁白的牙齿 您不会生气的 因为您是好人 您在开洋城的事情 我与丹丹可是都听过呢 说着 他拉住身旁 名叫丹丹的女子手臂 娇笑道 上一次 就是他要给你下药呢 夜宣有些好奇 下什么药啊 闻言 两女小脸瞬间通红起来 特别是名叫丹丹的侍女 更是羞得捂住了脸 得 夜宣无语了 看这两个小女孩的样子 肯定不是什么好摇闻 夜宣深深一叹 自己过于帅 无形之中 差点让多少女子反罪了 这时 童童突然走到夜宣深旁 黑黑一笑 偷偷告诉你 丹丹的梦想 是嫁给一位剑修呢 哎呀 你要死啊你 丹丹突然一下抱住童童 不断挠着童童 很快 两女在云船上追逐起来 一片笑声 夜宣咬头一笑 她转身面向远处 清风扶来 暖暖的 而就在这时 在远处天际突然出现一点白光 白光速度一开始只有一小点 但是 转眼前已经放大数十倍 夜宣脸色大变 她猛然转身 小心 声音落下 她身性一颤 来到离她最近的童童面前 她一只手拦住童童 正要去接离她还有丈许位置的丹丹室 轰的一声 一道长达百丈的光束 突然轰在云船之上 刹那间 整个云船轰然破碎 无数碎片朝四周飞溅过去 空中 夜宣抱着两女脊坠而下 在她身后 是她的善念剑意 这善念剑意不断被催移毁着 每一次毁灭 夜宣嘴角 便有一抹鲜血一出 很快 就在要坠落地面之时 一并剑突然拖住她 剑承受了大部分的坠力 就这样 夜宣抱着两女 缓缓落在地上 夜宣连忙将怀中两女 放在地面上 但看到两女状况时 她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彤彤还好 因为她第一时间护住了她 因此她并无大碍 而丹丹 丹丹在第一时间 受到那道光束的冲击 她体内经脉和五脏 皆是已经剧烈了 夜宣连忙拿出一枚金创丹 给丹丹扶下 然而她口中鲜血 却还是不断地移除 丹丹看着夜宣 她双手缓缓抬起 然后抱住夜宣的脸颊 她眼中泪睡 不断地移除 我 我不想 死 夜宣连忙又拿出好几枚丹药 给丹丹扶下 然而 还是没有用 鲜血不断地自她嘴角移除 而她体内生机也在快速地消失着 见到这一幕 夜宣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对 对不起 我 我 我 丹丹丹双手轻轻提夜宣 擦掉脸上的泪水 你 你是在 为我 哭吗 夜宣紧紧握着丹丹的双手 痛苦地说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丹丹咧嘴一笑 这一笑更多鲜血流了出来 她看着夜宣 看着看着 突然 她笑了 虽然 我不能嫁给一位剑袖 但是 能够 死在一位剑袖怀里 而且 还是我们 青州最厉害的剑袖 怀里 我 说到这里 她口中鲜血涌出的更多 与此同时 她的气息也是越来越弱 这时 她轻轻抚摸了一下夜宣的脸颊 双眼开始缓缓地闭上 如果能活着 该 多好 夜宣突然抱紧淡淡 她整个人都在颤抖 察觉到淡淡气息越来越弱 她突然猛地抬头怒吼起来 就在这时 无数白色雾气突然自她体内涌出 很快 这些白色雾气紧数涌入淡淡体内 实质的善念剑意 越来越多的善念剑意 不断涌入淡淡体内 很快 她体内那些破碎经脉和五脏 被善念剑意紧紧包裹了起来 这时 一名老者突然落在夜宣身旁 老者快步走到夜宣面前 夜过神 老夫最先捞六楼主 你可 夜宣凉芒说 看看她 看看她 快点 六楼主看向夜宣怀中的丹丹 她右手放在丹丹脉搏纸上 片刻之后 她眉头深深皱了起来 她体内五脏 虽被夜过时建议护住 但是 怎么就 夜宣直接打断六楼主的话 六楼主沉声说道 护仙丹 这种丹药能够护住她心脉以及经脉 并且慢慢治愈 只是一枚怕是不够啊 必须长期服用 而这护仙丹 一枚需要六千万金币左右 她 这钱我出 立即拿来 六楼主看了一眼夜宣 她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夜公子 她只是一名小侍女 你 夜宣突然面向六楼主 怒吼道 小侍女的命 就不值钱吗 六楼主没有再说什么 她转身离去 不到半个钟 又回到夜宣面前 她递给夜宣一个白玉瓶 夜宣连忙打开白玉瓶 然后倒出一枚丹药 给丹丹服下 护仙丹入体 一股奇异的能量 顿时散发到丹丹体内四肢白骸 很快 丹丹体内气息 渐渐开始稳定下来 感受到这一幕 夜宣顿时松了一口气 这时六楼主说 夜公子 先见之事已查明 攻击云船的是 仓墓学院和案件 而那道光束 乃穿云炮发出 穿云炮 堪比真接的灵气 专门对空 他们此举 只想阻拦小友入帝都 而现在 小友也不能再乘坐云船 仓墓学院 案件 夜宣脸色无比的阴沉 应该说是猙獰 片刻之后 夜宣面向六楼主 若是不乘坐云船 到达地东 需要多久 六楼主 微微沉吟 然后说 就算是起最快的黑夜马 怕是至少也需要 半月 半月 夜宣摇头 太慢 可还有别的方法吗 六楼主 想了想 然后摇头 最快的 就是乘坐 黑夜马 而就算有黑夜马 你也不一定 能够在半月内 到达地都 因为此去地都 路途实在遥远 一些偏远之地 就算是黑夜马 也不可能传过 说到这里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小友可以先留下来 一切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 夜宣摇头 他们都要我的命了 一个什么 六楼主低声一叹 小友啊 就算你想起 黑夜马前去 也没有啊 因为这黑夜马 只有大云帝国才有 你 就在此时 他突然转头 看向不远处 那里一匹马 急奔而来 马匹脚下一片 黑色火焰 黑夜马 很快 黑夜马来到夜宣身旁 他就安静地 停在那里 见到这一幕 六楼主脸色 顿时沉了下来 夜宣沉默许久许久 最后 他面向六楼主 照顾好他二人 他二人所好丹药 我来承担 说完 他屈指一点 一张金卡 落在六楼主的面前 夜宣面向 童童和丹丹 好好保重 好好活着 说完 他转身就要走 这时 童童突然抓住夜宣的手 夜宣转头 童童直视夜宣 说 我们只是低剑的侍女 你 夜宣摇头 生命没有贵贱 好好保重 说完 他纵身一跃 直接跳上黑夜马 很快 他消失在 童童和六楼主的视线之中 童童看着夜宣 目光有些呆滞 大云帝国 皇宫 一名女子坐在金龙殿前 她正低头 竖着面前的蚂蚁 一只 两只 三只 四只 哎呦 你们几个小家 我不要乱动嘛 别动 别别别 气死我了 又说错了 说着 他重重哼了一声 然后 又开始竖 一只 两只 这时 一名盔甲女子 走到女子身旁 吴王 苍木学院与案件 再次出手 片刻之后 女子突然抬头 看向盔甲女子 她为了救那两个侍女 不惜花费数衣 盔甲女子点头 女子沉默一瞬 然后 战言一笑 有些意思呢 盔甲女子又说 黑眼骑兵 以及各大世家的强者 已经前去阻拦 吴王 女子 挥了挥手 莫烦我 我要数清楚这里的蚂蚁 一只 两只 三只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见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